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東華店的郭子豪 今天晚上來到這邊 為大家講解海水路亞 這個部分 因為台灣是一面黃海 根據這個釣法,在台灣 可以推行的一個釣法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根據這個東西 在台灣的落量 已經烏如往日的情況下 大家又想體驗那個 垂釣的樂趣 因此 在日本那邊,它都是 往海水小烏如正台去風行 然後也有很多專門 職業釣的去針對去研究 而且開發很多東西 然後到現在其實它已經是一個 很有系統的釣法 然後我們以北海岸來講 北海岸常見的石斑類型 帶帽石斑,然後黑帽還有土斑等等 然後其實它們 這種根魚都屬於比較底漆的魚種 因為它其實根魚分很多 但是我們這次 就是講底漆為主 因為魚我要的全部都講 是講完了,今天 然後在日本,這種要把 稱之為底漆小根 然後這種魚的特色 它都很喜歡住在一個洞穴裡面 然後就是攻擊經過的獵物 或什麼 在這裡 然後二,它的特色是 它喜歡吸息在一個水底 然後去攻擊經過的魚 或者是一些符合生物 然後它們很喜歡在 在招野或者是洞穴珊瑚礁等等 河村河口 其實都會看到它 然後在防波堤啊 那一些霸展那些洞裡面 它們其實也會在裡面 然後四月到六月份 是它們的繁殖期 其實它們這個時候比較 不開口 因為它們要繁殖 所以可能 它們這次會躲進 就是交配或什麼 所以比較難釣到它 但是繁殖期過後 其實它們就會正常去密使 比較容易去釣到它 然後這個是我們這次講的 北海岸的目標宇宙 左上角的 第一張是蛋糕石板 往右是黑貓 然後再來左下角的是 我們說的石狗狗 右邊的是鬼石狗狗 這種都是我們這次要詳細的 底漆小跟魚 它們都屬於近岸的 所以在岸邊或者是 漁港都會看到它們 然後它們的實性啊 它們很喜歡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 它喜歡在障礙路周遭 然後我們講一下它的流水 流水不好 它們就會躲得比較深 什麼叫流水不好 像我們今天去到一個 石立塔 我們今天做釣的地點 然後但是今天可能滿潮 或是退潮 當退潮的時候 它原本能躲長的地方 沒辦法有水讓它可以躲進來 它就會往外面更深的地方移動 這時候我們其實要釣到它 需要丟更遠 甚至是我們丟不到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是比較難釣的 然後潮水好 怎麼叫流水好 流水好 就是可能我們今天做釣 我有看過流水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時間 等一下會去釣 等一下是滿潮開退 對這時候 金岸的石立塔 是有水淹過 所以那個魚會靠岸 去密使去躲藏 對因為像石斑這種東西啊 它如果就是流水好的時候 它會離開它們的原本很深的區域 它們往潮建帶這一方面去靠 因為潮建帶就是一個食物很豐富的地方 然後我們以石斑的幼魚來講 它們很喜歡在小洞穴 然後這個洞穴周遭都是它的領域 然後如果你說像如果有東西游過 或者是經過 只要觸碰到它們的領域 它們其實就會出來攻擊 哪怕不是在它附近 在這個領域 就是它會有一個自己的領地 石斑越小它的領地越小 石斑越大它們的領域就會越大 然後對於侵入者或者是小魚 它會選擇吃掉或者去驅趕 它們會選擇躲進淺的水域 我們知道海外面倒比較多 可能它會比較容易被吃掉或者是什麼 所以它們會選擇靠岸去躲 躲藏一些大魚的攻擊 而且這種地方退潮過後 它的洞穴依然能保持濕溫 隨著成長 它們會牽一些它比較大的洞穴 然後就是領域我們說嘛 越大隻的石斑 它們的領域範圍會越大 然後這個是我對一些 這種根魚的一個枕頭 所以石斑類 然後它們一個洞穴 一個穴有只有穴子 然後如果這個穴被掉過 可能這個穴就要等下一隻魚進來 然後再淺的水都會有 就是像一些我們等一下去看起來很淺的地方 也是會有魚在裡面 然後像大型一點的石斑 它們可能會往深一點的地方去躲 或者是我們說落差比較大的一些 交流園地區去躲藏 然後最大的最強重 都是佔據最有力的位置 然後就像有權有勢的 站著背上變台的豪宅一樣 我問一下喔 就是今天講的是小根的部分 那如果大根的話 它會是比較鎖定在什麼樣的目標魚種 像大根其實它也是以石斑為止 然後但是它們大根的話 它們會針對一些生長 我們說生長 然後它們生長的 它們的地形落差會更大 或是石頭型會更大 這樣大的魚才能躲在裡面 這樣相對來說 裝備上就是要提升 可能桿子需要用粗一點 不然你種了馬上就斷了 我們說落差比較大的地方 好然後繼續 我們講一下它們的攻擊的特色 它們攻擊的時候 它們就是會在洞穴口或附近懸浮 然後如果業務經過 它們就會衝出來攻擊 無論成功與否 它們都會迅速著躲回洞穴裡面 就是它們出來攻擊 無論有沒有咬到你 或者是咬到鉤子 它們都馬上躲回去 這是它們一個慣性 然後在我們說受攻擊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那些大魚 它們也算一個被攻擊的對象 它們會躲藏回一個洞穴裡面 然後就會脹大它的塞蓋 因為石斑它們有個塞蓋 而且非常硬 塞蓋脹蓋之後 你就很難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個要注意的 等一下做料大家也小心 就是如果重石斑的話 就是盡量迅速的把它拉到安全的區域去 不然它可能就會被岩石去磨斷 或者是你的線就會廢掉 然後這張圖 是我在一個淡水回口的一個地形 也跟我們等一下去做掉的地形非常像 主要是鵝鵝鵝石加一些椒鹽的混合 然後這種像這種地形就非常適合石斑去墮場 去蜜石去墮場 這種場地在台灣是偏向北部比較多 還是台灣這十幾個地形 北部北海岸這邊會比較多 然後像南部那些都是算是比較深藏比較多 所以羹鵝這一塊是比較偏向北部比較有一個趨勢 其實像北部或者是桃園地區 他們也是會有這種地形去做羹鵝 像一些河口 他們也是可以去釣一些黑釣 或者是羹鵝的類型 對 然後標點的選擇 其實石斑它喜歡軟 然後水溫比較高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隨著水的溫度跟變化 去做一個深淺的移動 然後他們也很怕浪大 或者是水流很急的地方 所以他們通常會躲在比較環流的地方 對 以防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喜歡定居 定居的雨 基本上他們都不喜歡浪太大的地方 流太大的地方 然後尋找一些高地不平的 朝食地形 讓他們去躲藏 然後如果有來北部東華店的 可以順便去買一杯高雞 蠻有米的 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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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那邊市場 菜衣跟高雞 好像是菜衣 菜衣跟高雞 菜衣跟高雞 有空可以來長雲 我們講一下我們跟釣長雲的軟蟲 其實他們以捲尾或踢尾為主 去釣魚其實我通常圍的時候很懶 所以我帶一盒我就去掉了 但是 做已經足夠了 對我來說這個已經足夠了 然後講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踢尾跟捲尾 然後我們先講踢尾 踢尾是這樣子 所以有點小 看到 那麼沒那麼像 然後其實他的尾巴是一個像七型的尾巴 然後這個工具盒我們等一下會傳過去給大家看 但是記得不要偷吃喔 然後他可能像這種軟蟲啊 他一般我們會分為動態優先 或者是他們現在像日系他們會加一點味道啊 像什麼蝦味啊 什麼哈味啊 沒有啦 就是會加一點味道進去 讓他們魚在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吃久一點 不會說一吃會夾成土屌 然後這個捲尾 這個捲尾再更小 因為我這種小的比較多 你看這個捲尾 他就是很像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他會 他瘦的時候他的尾巴就會高頻率這樣擺動 就是很流線型 等一下傳過去給大家去看一下軟蟲的類型 先放那軟蟲有點貴 然後我建議的手法 大家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掉的時候 我建議的手法是平手 因為如果其實像跳是OK 但是在你跳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你抓不到泳程 你可能跳一跳 一落就進去那個洞裡面就卡住 而且通常卡的地方是牽 不是軟蟲 卡牽的機率比較高 然後像卡牽其實你怎麼拉 越拉只會越緊 最後就是斷線瘦場 然後在平手的時候 就是我們做一個Feel 就是丟一去 到底平手的時候你會感覺到 好像那個感覺來了 就是會一直敲到底部的石頭 就是這樣 是一個3D的 就是一個在你腦海裡面 會出現一個3D的一個影像 然後這個也是霧雅乾的一個優勢 所以用質感去調 就是這個調法是比較質感的 然後像我們有敲到石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是稍微提一下乾線 就是稍微 就是有時候收線的時候有點卡的時候 乾線會稍微帶一下 讓你的一個軟蟲 跟你的牽可以越過那個水底的一個石頭 就信心帶一下好了 不用說 啊 太快了 對 女生都我覺得太快了 哈哈 然後 我們調組上面可以選擇 最基本的 急勾頭 對 然後這邊 就是我們的急勾頭 有大顆 有小顆 隨便挑喔 對 就是大家就是 急勾頭配軟蟲 是最簡單的組合 然後也是 操作最簡單 找勾機率 最好 但相對來說 他的跟掛機率也會越高 因為他勾間是外路 然後他有 像 如果很容易掛 像我們等一下去的地方 非常容易掛底 就是說你的耳丟下去可能就卡住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防殘功能比較強的調組 就是我們家的輸扣籤 加曲並勾去對定 這個我等一下會很細的去講這個調組 他的作用 他的組合跟他的效果到底在哪裡 大家等一下可以聽一下 然後在這邊是一個安全的注意事項 然後他其實他 如果有安全性來講 他是最好 因為他們的福利都設定好 就是泡棉 或者是一些浮板 他們的福利是最大的 然後相對來說 他會為了釣魚去做很多口袋 跟一些 我們說掛別針啊 然後 然後我們請一個 這個模式來試穿牙 然後他這個卡鷹 有沒有 就是他這個卡住這邊的地方 是防止那個救生衣到處掉 當你有浪的時候 可能救生衣會突然就是被這個帶出來 因為他頭太小 可能救生衣都不穩定 然後這個我們是固定他的 不好意思有點技術上的錯 然後這個基本上救生衣都會有這個設定 然後像這種 我們現在年輕人比較喜歡 因為比較好攜帶 還有比較兩手 像夏天或春天 我們請模特來穿一下 我們的辛凱哥 然後他穿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叫 鍵掛式的一個充氣式救生衣 他的功能很簡單 他裡面就是 他裡面是一個壓縮的氣瓶 然後在你下水的時候 他裡面會有一個藥片之類的東西 然後水關進去之後 把那個藥片融化掉 他才會啟動他的壓縮器 瞬間就是把裡面的一個 就是一個叫什麼 鋼瓶 鋼瓶去把氣發 就擠發 就是把他充滿 讓你補起來 然後他主要是他的炸出來的時候 他這邊都會補起來 所以在健的周圍 然後如果萬一 我們說這個下水如果炸不開怎麼辦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叫 手動式的一個 一個壯子 就是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等一下你示範一下 但是這個安全性有沒有剛剛的好 其實是沒有 因為剛剛的是 你完全就是下水直接浮起來 這個如果萬一有什麼問題的 可能他的安全性會小微低一點點 但是他基本上像現在這種 他們的品管已經做得很好 其實很少會聽到什麼下水不會炸開的一個傳說 多久要檢修一次 然後像這種他們 氣瓶會有一個 對他氣瓶會有一個日期 就是使用日期大概五年左右 五年如果沒沒炸開過 不管你怎麼樣 他們都會更換 這個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像這個縮吸鞋 他是一個長筒的縮吸鞋 然後主要他的功能就是防法 就是站在一些 像我們等一下去的地方 就是石頭比較多 然後他主要是 他的結構是菜瓜布 然後架一些釘 菜瓜布就是把上面的一個 藻類刷掉 然後釘鞋是穩定我們的障點 對 然後這個縮吸鞋 是我們HR 然後其實蠻好穿的 我穿了快三年 現在還是正常穿 對 然後這個都不要穿了 有點臭 哈哈哈哈哈哈 OK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對於這個安全知識 教宏哥怎麼了 他介紹了那個 氣瓶式的那種救生衣 所以他那個是一次性 就是爆開之後 對他爆開你不怕你下氣都不會爆開 對他就是 合更換氣 對他就是 如果你爆開你就是換氣瓶 更換他的氣瓶 對 好 沒那麼燙 好 那現在講解一下 輸扣圈的一個 等一下操作 的一個方式 好 那如果這邊我累 我就講 是我們等一下做掉的地形 就是像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平收 當你平收的時候 你會 均速去收 對 在你去過障礙的時候 他會呈現這樣 沒有那個那個卵蟲太黏了 那就是這樣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再平收收 收 因為我們不會挺 我們就一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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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蟲太黏 那個沒關係 然後就是過了 但是如果我們說 當你不會控制融層的時候 你用跳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一樣 收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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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卡住 這樣之後 你的網蟲都沒了 這樣就卡住 你完全是拔不出來 OK嗎 大家大概懂 可以 然後這個吊阻啊 因為勾間 他是藏著 你等下 在做掉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一丟進去 就卡住 你就是記得 跟我做一模一樣的事情就好了 就是在你勾好之後 你的勾子稍微 你有看到有一個蟲的圈圈嗎 然後你可以勾子稍微 去黏一下這個圈圈 你這樣勾間就會被藏起來了 對 就會藏起來了 對 然後再來看一下 然後像如果等一下你用Spoon 用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操作主要是 你平瘦的時候他會維持在同一個湧層這樣 帶過 他不會碰到石頭 他就是在石頭上面這樣 對 然後這時候如果石頭裡面有石板 他就會 衝出來攻擊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OK 這個它是一個crank 然後它是浮水的 F 這個 F就是floating floating就是浮水系 然後但是它 因為它有舌板 跟一個配重 所以它導致說它 這樣你平瘦的時候 它會呈現這樣 它會挖在 就是從上面這樣挖 然後卡 當你卡到的時候 你的舌板會擋掉 擋掉的時候 因為它是floating的特性 所以它 卡到之後它會迅速這樣 一卡到為什麼它會 有人說 為什麼卡到它會飛起來 因為它 第一它是floating 第二它是有一個響珠的移動 所以當你卡住的時候 你的響珠一偏 它就會浮起來了 然後就會比較好 帶過障礙 所以當這個 平收 你感覺到卡的東西 你可以先不要動 因為如果你一直收 它就會一直卡在這邊 但是如果你收的時候 卡在這邊 你不動 它就會稍微這樣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這樣 大概是 這邊 耳的操作是這樣子 有了有了 終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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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